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脑洞大开的电影 大叔用DNA修复心爱女友的故事,真实魔鬼游戏 一伙中学生正坐着大巴车出去旅游 我们的女主光子也在其中 学生们无聊之际开始了枕头大战 意外的将光子的笔碰掉到了地上 于是光子很优雅的剪着笔 三秒钟可以剪起来的笔他却用了几十秒 这也让光子逃过一劫 当光子起身时,被眼前的一切吓傻了 两车的学生全部被突如其来的妖风连车带人来了个斩妖 光子一头雾水,吓得拔腿就跑 跑着跑着来到了学校 看到同学们正往学校赶着 学生之间纷纷打着招呼 同时遇到了自己的好友小秋 光子一脸懵逼的说道,你是小秋 小秋也莫名其妙的说道,我当然是小秋了 光子心存疑惑的跟着小秋一起来到了教室 他把遇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小秋 但是小秋为了让光子内心消除顾虑 打开了窗户,让他感受大自然 就这样,光子慢慢适应了校园生活 一次,四姐妹跑到河边 超现实说 光子你所遇到的就是平衡世界里的事件 也许有同样的地球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平衡错乱所导致的 聊完,一伙人来到了课堂 当光子低头时,意外地发现了地上的枕头 正想丢给同学时,老师突如其来的冲锋枪杀死了所有的同学 光子在主角光环下活了下来 又开始了奔跑 跑着来到了大街上 但是遇到了他的好友,居然叫他棋子 自己照镜子真的变成了棋子的模样 朋友跟他说,你不是应该在结婚现场吗 说着,并跟着朋友来到了结婚礼堂 朋友递上了破碎的酒瓶到他手上 走到了老公前 开关那一刻,把他吓傻了 原来,要结婚的对象是一头猪 奋力地用酒瓶刺了过去 接着又开始了奔跑 跑着跑着又遇到了正在参加马拉松的同学 同学叫他犬子 对于身份的变换,光子早已经习惯了 跑着并跑到了一个山洞 大喊着我是光子,并又回到了原来的面貌 此时,同学让他将手臂上的两根线抽出来 就可以破坏掉他 光子抽到了电线 山洞另一头出现了新的通道 光子跟着光线来到了一个满是复制品的空间内 接着,看到一个大叔正在看电视 电视里的内容就是光子所遇到的一切 大叔起身说道 其实你早已经死了 你是老朽用你的DNA修复的 还复制了很多复制品 另外,老朽也用自己的DNA修复了一个年轻的自己 只是想和光子做一些自以为唯美的事情 好疯狂的设定呀 不得不佩服导演的脑细胞了 光子突然想起同学的话 只要在下一秒做出自己未知的事 这一切就会改变 于是光子拿起拐杖刺向了自己 接着,所有梦境中的光子都用同样的方式刺向了自己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整个电影用枕头和羽毛为警示死神的到来 每一个地方就这两样都密不可分 其实这部电影就像我们的人生 从出生就开始竞争 当你诞生了,你就要学会努力奔跑 也许你第一天上学会很陌生 但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 父母们又开始催促你结婚 其实人生就像马拉松 一直是参赛的一份子 生活中你不断地扮演着各种嘴脸 委屈求全,适应大家 然而到了某种程度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当你一觉梦醒后 还需要不断地奔跑与学习 看完这部电影感觉非常空洞 不知道导演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我现在也是比光子还要一头雾水了 有知道的小伙伴吗 可以评论留言哦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